有時候我們都會遇到一些比較奇怪的份數 就像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 它的份帽是由一堆份數組成 而它的份子又是一堆份數組成 即是它內置住一層包住一層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一開始要找一個最裡面的那一層 即是好像現在畫著的這個 這個就是它最裡面的這一層 其他的你看到這個份數 這個份子是包住的 它這個當成是一個份帽 我們要找最裡面的那一層 由這裡做起始點開始做的 由於這條的獨特性 就會將這個重災區 很複雜的這一塊 現在綠色畫著這一塊 會先拿出來先做的 會先拿出來先做的 那這一塊是什麼呢 上面那些照抄 因為我們第一步要做藍色這塊 上面那些照抄先 1 over 1 over -6 over 7 那1 over的這一塊是什麼呢 那在下面做 這個特別拿出來做 3-5 over 4 4分之5 也就是1 1 4分之1 3減這個 就會剩下1 1 4分之3 那又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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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最後這塊綠色的整塊東西 綠色的這一塊 就會等於 負7 over 2 OK,綠色的等於負7 over 2 之後就做回整條數了 由於我們做了綠色這一塊 然後創載它,之後這些就簡單了 先選一條線過來 之後做這些 1加1 over 8 乘2,1 over 9 2分1除 我們要拿回整塊綠色的拍回來 負7 over 2 上面這塊東西等於 分子是1加1 over 8,9,72 72 下面是2分1 我之前說過,除也就是 將它變成成 成2 負 分子分母倒轉 7分之2 這個2和這個2可以約 所以 所以 就會等於 上面 分子是 分子是 72 分子73 下面 先說它 下面 分母是 負7分之1 看清楚吧 這個是分母來的 這個是分子的 負7分之1 OK 那 之後呢 除以負7分之1 除以負7分之1 你喜歡可以寫過來 除以負7分之1 那就是 乘以負7 這個就變成 73 over 72 乘以負7分之1 乘以負7分之1 最後就是把這個相成 73分之1 73分之1 21 77分之2 29分之2 負511 11 over 72 那 這個就是這條答案 那 而下一條呢 你就看到 有很多個負1 乘以負7分之1 如果分別有 負1的1次方 負1的2次方 負1的3次方 那一路去 乘到負1的100次方 那怎樣成法呢 首先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那些次方的特性先 我們見到負1 如果乘回負1的話 那是相等於正1的 那打後 乘下來 如果它乘的是一個 雙數次方 即是牛次方 那這樣的話 那這些就全部變成1 了 牛次方就變成1 例如 中間都有 那牛次方就會變成1 那遇到基數的話 也就是單數 那負1 好像這個這樣 沒有東西啦 那就負1 那這些呢 這些基數呢 全部都會變成負1 那這一條怎樣做呢 這條很簡單 我們有100個嘛 那逢親 雙數的那些 就變成1 1 無論乘以多少個1 都是1的了 那所以本來有100個 負1的這麼多次方 那我們呢 就會將它打散成為 先收拾到那些 基數的那些 那些 那些單數的那些 那些次方 將它全部成在一起 就是 我們發現我們有 50個 因為100裡面有50個單數 和50個雙數 那之後就成了雙數了 那這裡 這裡又是50個雙數的1 那之前說過 雙數的那些1 成在一起 怎樣都是等於1 那這個大集合呢 這個呢 就會變成等於1 那而這些 單數過的這些負1呢 它們 它們 會兩個 兩個 才會 成為1 那 那就是這50個 負1 成在一起 就等於25個 1 那計完這麼多之後呢 我們最後發現 單數的那些負1呢 就會變成25個1 成在一起 雙數的那些就變成50個1 成在一起 那答案呢 單數的那些 加起來就會是1 的25次方 乘以 雙數的那些 就會是1 的50次方 那它們成在一起 就等於1 了